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存在了二十万年 为什么没能进化出文明 文明的产生一般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 通常认为不超过六千年 尼安德特人早在四万年前就灭绝了 当然没有迈进文明社会 但实际上在尼安德特人存在的最后几万年里 他们的技术文化一定与智人有相当大的差距 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现代人最近的亲戚 大约在距今三十万年前至四万年前成雄欧洲 智人也就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 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人类 以及我们的植器祖先 旧石器时代晚期 距今六万年至今 在智人遗址和墓穴中很常见的艺术品 装饰品和壁画 在尼安德特人那里非常罕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 延缓了尼安德特人的文明进程 导致他们明显落后于智人呢 尼安德特人的优势 我们人类远比动物聪明 并最终产生文明的先决条件是 大容量的脑子 而实际上 尼安德特人的脑比智人还大 需研究 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为 1200到1750立方厘米 而现代人是1100到1600立方厘米 总体而言 尼人和智人很像 只不过脑袋大 肩膀宽 体粗 而且四肢粗短 二十世纪前夜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 尼安德特人是一种野蛮低等的猿人 代表了一次失败的进化 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 这与真相相去甚远 尼安德特人是优秀的 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他们是世界最优秀的生物 尼人的石器制造技术 被称为勒瓦罗挖技术 可以用一块石头 将另一块石头削薄 制成多个石片工具 在距今30万年前至20万年前 尼人的石器技术 比同期生活在非洲的质人更先进 尼安德特人 为什么未能走向文明 第一 先天不足 文明的诞生 有赖于社会的发展壮大 尼安德特人 是生活在北方森林里的人种 与非洲草原上的质人相比 由于北方森林环境恶劣 资源稀缺 尼人的人口密度 固有的叫质人低 从宁人遗址来看 他们的部落确实比质人小而稀疏 草原居民的流动性和集群性 也远比森林居民强 研究发现 尼安德特人的石器95%的原料 都是就地取材的 这就意味着 他们通常局限于某一地区 这与热爱社交 喜欢迁徙的质人正好相反 人口少 密度低 流动性差 使尼安德特人无法形成一个大的文化圈 限制了文明的生成 尼安德特人的大脑虽大 但结构与现代人不同 现代人的大脑 有更多区域去进行抽象思维 语言表达和周到细致的考虑 编辞 尼人的文化和艺术远远落后于同期的质人 旧石器时代 晚期之人已经掌握了口语 而没有证据表明 当时尼人也已经生成语言 尼安德特人最辉煌的时期 是伊米亚间冰期 距间13万至11.5万年前 当时他们趁气候温暖进行扩张 侵占了西亚中亚地区 到了末次冰期 距间11.5万至1.17万年前 随着森林退化和草原扩张 智人城市走出非洲 尼人就开始走向消亡 尼人和智人交锋 发生在距今7万年前到4万年前 正值地球气候非常寒冷的一段时期 当时智人已经穿上了衣服 这大大增强了预寒能力 而尼人仍停留在皮革制备的初级阶段 在尼人遗址中 从未发现过任何制衣工具 而同时期智人遗址中 却有丰富的骨针和骨锥 3.不进则退 尼安德特人的工具 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早期 最先进的技术 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中期 几乎一成不变 技术惯性现象非常明显 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的时候 尼人的石器制造技术比智人先进 但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 也就是尼人和智人交锋的时候 智人的技术早已反超尼人 当时的智人学会了把石头和其他材料 如瘦骨 鹿角和木头结合使用 还会制作石制刀片 智人制造石器的速度更快 而且浪费的也更少 4.强敌临头 如果不是在四万年前灭绝 我相信尼安德特人也能创造出文明 然而从距今七万年前开始 智人走出非洲 并逐渐侵占了尼安德特人的土地 智人人口多 技术先进 文化发达 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 尼人无法与他们竞争 很快走向了灭绝 尼安德特人的武器较之智人有代差 尼人最主要的武器是时髦 从来没有发明出远程攻击的武器 但当时智人已经有了投掷标枪 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使用 而且更加精准 更加致命 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和法国 都发现过被投掷标枪杀死的尼人骨架 由于当时尼人没有这种武器 凶手显然是智人 现代人与其他人种的生殖隔离 形成于距今一百万年前的一次 染色体融合 而尼安德特人是74万年前 才与现代人分化的 因而可以自由通婚 这是造成尼安德特人人口锐减的 又一原因 加速了尼人的灭绝 许分子生物学分析 除留守在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的黑人以外 世界各地的人基因组中 都还有不同程度的尼人基因 其中又以我们东亚人基因组中最多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尼安德特人从未灭绝 我们体内都流淌着他们的血 他们的后代也见证了文明的产生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